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的话呢 是想和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可以自己DIY舍工制作我们的一个彩色的 是这个Galaxy银壳颜色系列的一个按压球 或者是叫做剪压球,或者是叫做按摩球 非常非常简单,这也是一个废物利用的一个小办法 可以把我们生活当中呢,这种用多了的这个史莱姆啊,黏黏胶啊,口水胶啊等等 进行一些重新的一个旧物改造 然后还可以让它呢,重新灌发出它的一个实用性的一个光彩 比如说我们这边呢,是可以把它先取出来 然后这个呢,也是之前跟大家展示过的一款口水胶 在里面的话呢,会有一个小的玩偶 那么今天这个里面的玩偶是一只独角兽 有的时候的话呢,你会试一些非常恐怖的,吓人的一个玩偶 比如说我们的小青蛙呀,或者是小的一个赖皮蛤蟆呀等等等等 这个也是特别的漂亮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的话呢,我们很多的史莱姆黄啊,或者是黏黏胶 它的这个弹性都已经不复从前 那这边的话呢,也是同样的是一款黏黏胶 它呢,是玩多了之后,它的颜色没有之前的那么漂亮了 不是非常好看的一个绿色,不是那种非常亮眼的绿色 而是像这种墨绿色 里面还有一个我们的小的小章鱼 那这边呢,还有它的一个小的一个罐子 在这个罐子里面的话呢,我们的黏土也是一个非常的具有光泽的一款黏土 非常非常的漂亮 好了,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可以来给我们做我们这个按压球的一个小小的准备工作 我们呢,是要把我们所有的黏黏胶还有口水胶以及史莱姆 通通呢,灌到一个这个小的气球当中 但是灌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如果是分批多次同时灌进去的话呢,还是有点困难的 所以我这边会借助一个我们这个一次性的这个矿球水瓶 然后会通过矿球水瓶的话呢,是用它这个广口 然后把我们的黏黏胶全都给它送进去 这边是我们的Galaxy 感觉它的颜色呢,是最炫酷的一种 好了,那现在我们的整个矿球水瓶当中的黏土基本上都已经满了 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气球非常非常的小 如果真的是直接从气球里面灌进去的话呢,还是比较的困难的 所以这边我是先要把我们的气球呢给它吹起来 然后再套在我们的矿球水瓶上 然后再给它倒过来 我们这边呢就可以把它慢慢的从我们的矿球水瓶里面给它挤过去 这边也是要慢慢的去挤它 在上面的话呢 这边还是有一些会掉出来 然后我是想试一下能不能这边呢是用它的史莱姆给它全都给它挤下去 但是好像是有一些些的小困难 没关系我们这边还是可以再给它多试一下 我们可以在上面去给它打一个丝结 在上面呢是去给它打一个小结 好了 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剪压球 按压球 或者是一个弹弹球 就已经做好了 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有趣 然后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呢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 也是一个可以让它呢去不停的变换它的颜色的这样的一个剪压球 可以放到这边呢去给它进行一个揉捏 然后去按摩 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好啦希望你能够喜欢啦 千万不要忘了订阅我们点赞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